在机器人展后 紧接着半导体展也登场 这一回各大厂都准备大展身手 但近来大家都在讨论 中国大陆的晶片实力 似乎已经慢慢追赶上世界各国 尤其近来iPhone16可能不能使用微信 所以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新机订单 而且连同腾讯也传出了 如果更新了iOS就不能使用他们的app 会有这样的传言跟联想 不外乎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性能 只落后台积电三年而已 我想中国人或亚洲人 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很勤奋的工作 我想这是个性上面的问题 所以勤奋的工作再加上政府政策的引导 我想一定会出现产业可以大幅进步的一个可能性 追上台积电可能短时间之内不太容易 因为台积电的领先的程度 我想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 科技厂认为以目前台积电的技术 已经达到三奈米 脚步之快 其他厂几乎是无法跟上 大家依旧看好护国神山 而这一次AI同样依旧是瞩目焦点 毕竟AI教父黄仁勋清点 台湾产业链带来无限大的可能 2024半导体展还特地首次开辟了 AI半导体技术概念区 线路的宽度只有我们头发直径的十分之一 所以这么密集的线路才能提供 AI运算芯片的复杂的电路讯号的传输跟使用 它的散热来自于它晶片背面的 封装之后的一些设计跟安排 那载版的部分它有特殊的安排 就是它会在里面的不同层 会有一些散热孔 小小晶片堆叠出AI的未来科技 但因为高速运转 散热问题成为关键 这一次展览这一类的技术就成为重点 只是说到AI之前 辉达也在讨论未来的研发数据中心 要设在哪 得要有个不缺电的地方 偏偏抬电 宣布去年开始就不合工大量用电 更直接提到了北部供电量 就是短缺了200亿度 在这个AI产业大爆发时代 也有科技厂针对这一点 做出了不同解决方案 其实它建造一个Data Center 除了这个设备所需要的 那个Server本身以外 其实你水气电 怎么样让它变成是一个 最有效率的 所以最有效率是说 你发电要有效率 哪有能够减碳 这是两个都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你要能够稳定的供电 这是现在台湾面临 就是说比较在做Data Center 大家所比较担心的部分 不仅追求低电力使用 还有耗能问题 推出定制燃料电池供电系统 甚至运算中心所产生的热 也可以再回收利用 其实资料中心 它会产生非常多的热 那这样的热能 散到大气之中 其实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在台湾 我们不需要供暖 也不需要热水 所以我们经常 我们会把这样的热水拿去 热能回收 再利用制成冰水 再将冰水注入到 我们的空调系统里面 去冷却我们的环境温度 或者是再进一步冷却 我们的这个资料中心 所发出来的热 达到效率最佳化 追求高科技的同时 也要照顾到环境永续议题 而大师论坛 也邀请了九位天王级来宾 来一场世纪对谈 台积电 日月光 三星 以及Google同台 AI产业在未来还会持续发烧 就看这一次跨领域的大厂 会积出什么样的火花 TVBS新闻 王新唐歇伦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